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福建代表团赴宁夏广东学习考察情况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 市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学习新华社长篇通讯 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彻意见 省教育考试院今年首次公布高考一分一排名 厦门高分段考生占58名 随欠子女积分入学分数 今天起对外公示 今天是2018年的6月25号 星期一 农历5月12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昨天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裴金嘉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重要批示精神 以及福建代表团赴宁夏广东学习考察情况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研究我市贯彻意见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做出的重要批示 深刻阐述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意义 明确了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切实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落到实处 全面落实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任务 要围绕两部筹三保障目标 突出精准务实帮扶 着力加强产业合作 人才交流 机智创新 大力支持对口扶贫协作地区龙头企业发展 发展电商等新兴产业模式 更好地解决当地人员的就业增收问题 要继续做好贫困群众帮扶工作 把推进我是岛内外一体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和做好困难群众困难家庭帮扶工作结合起来 努力让全体市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会议指出 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学习考察 让我们开阔了眼界 看到了差距受到了启发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学习先进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 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 勇于突破条条矿矿限制 以解放思想引领体制机制和方法手段创新 加快构建有利于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坚持双字联动 更加突出现代产业发展 创新平台建设 高层次人才引进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取得更大突破 要深化改革开放 认真总结经济特区发展经验 牢牢把握中央关于经济特区 四个成为的新使命新要求 努力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经济特区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市政府党组书记 市长庄稼翰 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认真学习新华社播发的长篇通讯 习近平同志 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彻意见 会议指出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 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热潮 把学习长篇通讯的丰富内涵 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与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 在厦门工作时留下的宝贵实践经验 和精神财富结合起来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始终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 同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会议强调 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为厦门发展指引的方向 以更高标准 更高层次 谋划和推动新时代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 努力在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 和实现赶超有机统一工作中 走前头做表率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科学前瞻的发展理念 敢闯 敢世 敢为人先 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加快形成经济转型发展新动能 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推动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要深入实施跨岛发展战略 按照四个结合指示精神 提升本岛功能品质 推进岛外新城建设 推动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 要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抓好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城市生态环境再上新台阶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古浪雨深移成功的重要指示为指引 深化文化遗产保护 借鉴国际理念 健全长效机制 强化资金保障 推动文化软实力再上新台阶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弘扬马上就办 滴水穿石 四下基层等优良作风 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问题 推动社会建设再上新台阶 本台记者报道 最近几天新华社播发的长篇通讯 习近平统治推动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在我市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各级各部门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热潮 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锋队 厦门自贸片区内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港为人先 开拓创新的改革精神 努力为特区建设创造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眼下 厦门自贸片区 正在以重大产业平台建设为载体 促进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高端要素聚集 不断彰显深化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 厦门基电设备展示交易中心 就是厦门自贸片区 重点打造的平台建设项目之一 中心以智能制造全产业链 一站式服务平台为定位 整合全球高端机电设备资源 打造高端智能制造 永不落幕的展示交易基地 交易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几天大家讨论最多的 就是新华社播发的这篇长篇通讯 当时11种数据就提出了 整个厦门的发展要参照新加坡的模式 但是又立足我们厦门的这种实际情况 我们没有完全参照新加坡的模式 我们是有三步骤的这种形式 那第一步骤就是成立县与保税区 整个县与保税区的发展 就是也是在习总书记的这种思想下 发展起来的 到现在所在的极电展示平台 接下去的工作的话 我们主要是继续我们的改革和创新 坚持我们的保税家金融家的创新模式 然后结合这次习总书记 对我们厦门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个认可 我们结合这个契机继续地做好我们家序的工作 厦门自贸骗区成立三年来 累计推出343项创新举措 其中49项属于全国首创 256项已经在全市复制推广 在这些创新举措中 有不少就是从这个办事大厅走向全市的 上午趁着办理业务的空档 厦门海关的官员自发聚集在会议室 交流学习心得 片区内的税务部门工作人员 也第一时间通过网页认真研读 长篇通讯中提到 厦门经济特区实现了从出口加工区 保税区 区港联动 保税港区 到自贸试验区的迭代升级 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 大家纷纷表示 作为制度创新一线的工作人员 他们将继续秉承改革开放的理念 发挥好改革开放试验平台的作用 做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和实干家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推动厦门经济特地建设 发展的探索事件 经常一直影响了 推动了厦门人民的改革开放步伐 特别是我们的自贸期成立以来 我们部门之间就率先打破部门壁 然后率先在前沟推出了 三任合一等便门几错 这个几错也在前沟方面得到推广 下一步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 就是我们智力要压缩整体的通关时间 下一步我们整体的通关时间 还要再压缩三分之一 就是让企业破误通得更快 本台记者报道 这两天由中国记协主办的 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 福建主题采访活动 举焦厦门 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百名记者组织负责人和媒体代表 深入我是彩峰 称赞厦门高素质高颜值 墓西哥全国记者联合会主席 克利拉今年已经83岁高龄 从事媒体行业30年 这次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 这两天克利拉跟着采访团 走访参观了厦门自贸片区 厦门港区厦门大学 以及厦门会晤会职等地 他们一路走 一路记录着路导的美景 感受着厦门发展的亮点 克利拉说 这么多年来 中国不断努力不断进步 厦门就是中国发展的精彩缩影 这的确是我第一次来厦门 非常漂亮 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建筑都特别好 整个城市看起来也特别繁荣 我们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也记录了大量的文字 我们当然会向我们的国家 所有的人民带来有关 中国东南边这座城市的报道 我非常喜欢厦门这座城市 厦门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叹的城市 见到了很多新的发展 后来又从海上看了厦门这座城市 我们俄罗斯同行都非常惊叹厦门的发展速度 我看到了一个比较明朗的未来 对于中国福建 对于厦门市 当然厦门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厦门有各种各样的交通 铁路 海洋港口 机场 所以我觉得这是独一无二的 充满了各种优势 我们会把它传达给我们的政府的相关机构 还有当然主要是我们的广大读者和这些商人 就是加深他们对中国厦门的认识 本月20号 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北京举行 随后 与会嘉宾来到福建开展为期五天的 一带一路主题采访活动 主办方表示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进一步扩展对外新闻交流 扩大国际新闻界朋友圈 不断凝聚一带一路沿线 及延伸国家记者组织合作共识 通过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这个记者论坛组织的这个合作 我们想把这个 为这个国家在这个新闻媒体报道方面 打造一个良好的一个舆论空间 更好的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的声音 让世界各个媒体也同时发声 将一带一路在世界各地产生共鸣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高考成绩 昨天放榜 省教育考试院 今年首次公布了高考的 一分一排名 消息情况 请夏天来介绍一下 好的 根据省教育考试院 首次发布的高考成绩统计表 今年获得高分的厦门考生有不少 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全省理科前100名和文科前50名中 厦门一共占了58名 据介绍 统计表里 一分一档 就是以一分为单位 考生可以查询到自己成绩相对应的排名 和这一分数 共有多少考生 以此确定自己 在全省考生中的排位 有利于考生根据为此填报志愿 根据省教育考试院首次发布的高考成绩统计表 今年福建考生 理工类700分以上的有7人 文史类680分以上的有4人 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 厦门高分段的考生也不少 全省理科前100名中 厦门考生有34人 文科前50名中 厦门考生有24人 随着成绩的放榜 一个个高分学霸也相继揭晓 其中 理科最高分来自漳州实验中学 文科最高分来自晋江养政中学 而全省文理科的第二名都出自厦门 他们与第一名只有一分之差 在获得高分考生的眼里 学习和考试不仅是课本知识的掌握 更是平时知识储备的考察 以及个人学习专注力 总结能力和心态的竞争 要拖宽自己的眼界 多去看一些书 就是课外书 音剧啊美剧啊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像人民日报啊 这些报纸 也要定期去看 就算到高三后来 我应该一天也会保持 将近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经验就是要注重学科的总结 比如题型上的一些总结 知识点的总结 还有可能有一些常见陷阱的总结 做一道题 就是你现在只专注于 你面前这道题 把它写出来 不要去想其他的东西 保持高的专注度 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 本台记者报道 再来关注随先子女积分入学的消息 从今年开始 随先子女积分入学的分数 在爱厦门惠民平台上对外公示 对公示的积分有意义的家长 可在6月29号前 向区教育局提出复合申请 积分排名将在7月13号 正式公布 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 爱厦门惠民平台的积分入学一栏 对外公示了各区申请积分入学的 学生名单和分数 家长要先选择报名所在区 再根据申请人子女的 姓氏首字母拼音进行查询 公示内容除了符合积分入学 基本条件 并以在线确认积分的申请人之外 购房申请统筹 军人子女 人才子女等情况的申请人 也会一并公示 若不符合积分入学基本条件 则视为不符合 对公示积分有意义的家长 可在6月29号前 向区教育局提出复合申请 复合申请必须是 家长亲自到区教育局提出 分数公示完成之后 积分排名将在7月13号对外公布 届时 各学校剩余学位的情况 也会一并公布 家长需在7月13号到14号 进行网上志愿填报 与其未填报 视为自动放弃积分入学资格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下午 四名区教育局对外发布了 今年片区内小学招生画片方案 同时对外公告 今年四名区户籍及符合 政策规定的失灵儿童 报名入读小学一年级 将在报名前进行网上信息登记 网上信息登记从明天开始 将持续到7月3号 今年四名区公办小学的画片方案 与往年没有太大变化 家长可登陆区教育局网站查询 各学校也会在报名前一周 对外张贴画片范围 不过今年在报名前 家长需要先进行网上信息登记 再到现场确认报名 网上登记从明天开始 持续到7月3号 家长可以通过 爱厦门惠民平台 或爱厦门微信公众号进行登记 需要登记的对象为 本区户籍失灵儿童 以及符合政策规定的 港澳台华侨外籍失灵儿童 登记完成后 现场报名确认的时间为 7月8号 9号 报名地点为 户口所在片区的小学 今年小学报名对象和条件 仍与往年一样 孩子必须年满六周岁 并且招生对象 必须符合户口与居住地的两一致 片区招生对象落户截止日期为 7月9号 本台记者报道 随着中高考的结束 厦门旅游市场 已经迎来暑期旅游旺季 最近极美区已打造 中国南方国际研学旅行制度 为目标 挖掘辖区内桥乡风貌 人文景观 学寸文化等适合学生开展 探究性学习的旅游资源 推出了囊括16个研学课程基地 300多项子课程的研学旅游产品 近日 极美传统人文景点 敖园陈家庚纪念馆 迎来了暑期的第一批研学学生 这一批350名中学生 研学旅行的大半行程都在极美 这里的闽南文化 桥乡文化 学村文化 让许多学生感到很有收获 更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通过课本了解到它的故事 而今天我们深入熬园 来到了陈家庚故居和陈家庚纪念馆 朗读家庚语录 更加深刻地理解家庚精神背后的内涵 激励着同学们努力学习 树立更远大的理想 所谓研学旅行 与传统的夏令营旅游团有很大的区别 它是将一系列探究性学习实践拓展 融入到游玩体验的行程中 比如 在工业研学体验中 学生们通过制作产品 可以了解到工业设计 科技面料等方面的物理学知识 在观赏闽南布袋系的时候 学生们可以了解 其背后的地方曲艺习俗 不少学生是第一次来厦门 在他们看来 在这种多元化课程里 边玩边学 比起普通的暑期旅行更有意义 比起传统的旅行的话 我觉得这次延续活动 带给我更多的感受就是 与家长一起在一起感受不到的的话 我可以自己很主动地去学习 就跟同学在一起 大家聊的东西会比较多 然后学习的兴趣就会很好 气氛也很浓烈 研学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 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进行传统文化的学习 和这群秩序相投的人一起 大家一起交流一些看法 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 为了让孩子们玩得开心 学有所得 今年 集美区建设了 一加X多元化研学体系 包括一个研学总部 16个研学课程基地 300多项子课程在内 本月接牌成立的 研学总部大楼 总面积2万平方米 里面规划设计了 研学产业园 宿舍 教室等 配合周边4个国家 4A级景区 10多个特色景区 整个基地 目前可以同时容纳 近3000人在此研学旅行 集美近日还出台了 相关奖励扶持政策 鼓励研学旅行承接方 积极开展对台青少年 研学旅行等活动 本台记者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市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去年底 厦门等10个城市 被列为第一批 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城市 记者从事规划委了解到 近日 我是印发了 厦门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工作方案 进一步规范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利用标准 并计划在今年年底前 对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利用工作 进行自查验收 总结试点经验 方案指出 我是不仅将加快 全市域历史风貌建筑普查和认定工作 建立完善保护名录 还将重点推进 古浪与第三批 约540栋历史风貌建筑的测绘工作 建立并不断完善历史建筑档案资料 实现一栋一栋 据介绍 我是自2000年 启动历史建筑普查工作以来 目前已经认定了两批 共394栋历史风貌建筑 这些建筑主要集中在古浪与 2010年以来 除古浪与以外 全市六个区历史风貌建筑的普查和认定工作 也陆续开展 目前全市拟推荐为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名录的 有610栋 正进入专家评审阶段 在征求保护责任人的意见后 将由市政府挂牌正式实施保护 根据这次的试点工作方案 会选取一些产权相对清晰 急需保护的 有价值的历史风貌建筑 来作为试点项目 特别将研究这些建筑保护之后的利用方向 不是说通过保护让建筑成为一栋死建筑 它是让建筑能够活起来 能够活化利用它 保护完以后的这个建筑 它要怎么去使用 怎么去利用它的功能 应该往哪个方向 更有利于城市的发展 下一步 我是还将制定风貌保护延续 建筑材质使用 施工工艺要求 附属设施管控等方面的技术标准 为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实施主体 管理主体 提供技术指导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回的 这个试点工作 寻找一批的 掌握传统施工工艺的这个工匠 把他们的施工工艺能够传承下去 然后呢 我们也能够培养一批的 能够掌握这种传统施工工艺的 这个人才 本台记者报道 节目最后 来看两条综合消息 近日 经过全国层层考核临选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正式成为全国首批50家 通过中国新衰中心认证的单位之一 据了解 我国现有超过1000万的新衰患者 发病率持续增高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严格实施以新衰指南为依据的 规范化诊疗和长期管理 目前 医院正全力构建 区域新衰规范治疗统一战线 建立起新衰患者的系统治疗 及长期管理模式 在院内设新衰专病病房 组建涵盖医疗 护理 药学 康复等多学科 新衰管理团队 并于每周三下午 开设新衰专病门诊 方便患者门诊随访 并做药物调整 动态评估病情 记者从市旅发尾了解到 今年1至5月 我是接待入境过夜游客 105.34万人次 同比增长8% 接待外国人50.95万人次 占入境过夜游客 总数的48.37% 同比增长2.3% 在我是接待过夜的外国人中 名列前三位的客源国 分别是 日本 美国和马来西亚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时经文 更多内容 请关注厦门广电的 微博微信和看下我们 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